昨天陪我妈待了一天 所以就没做节目 我妈就说 有电视台要采访她 她是参加过两次 一个抗美元月 一个抗美元朝的文艺旅战士 所以 大概总证的 几个人 她是其中之一 结果我妈一开始是拒绝的 因为她说 你可千万千万 别给我弄的一堆小学生在我跟前 完了以后 我给他们讲我的革命故事 我没那么伟大 把电视台的人给弄得挺尴尬 后来就聊起来 我妈说 我确实 你要问我当时为什么参加革命 我没那么大的词 而且呢 我真的当时 没想那么多 就是想吃饱饭 我参得军 而且呢 那时候呢 觉得呢 就是部队的那时候的 这个当官的 真的是跟士兵是一事同仁的 我觉得像一个大家庭能够吃大锅饭挺好 好吧 说了这么多 我们讲正题吧 今天我想说什么呀 就是 讲到这个对艺术创作的这个压制 那就得先说说这个黑暗的漫长的中世纪 那时段任何领域的作者都会面临着基督教这个世界观的统治 而且呢 你的这个创作都必须是为神服务的 而神呢 是至高无上的 形象上那就得呀 那种 不哭不笑 不哀不乐 没有任何情绪 那才是体现出神的伟大了 保持着与人类的那种距离 高高在上 所以后来呀 那个人文主义啊 文艺复兴 其实就是创作者们向世界表露真实自我的一个重生运动 文艺复兴啊 是一个重生运动 它不是说再生 而是重生 起源呢 就是在意大利的这个半岛上 也可以说是势在必然 因为第一 这个意大利啊 当时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中心嘛 就跟咱们西安一样 你随便找一块地挖下去 准能够找到一个历史遗迹 找到自己创作的那个灵感 你比如现在正热播的那个电视剧周生无故 到了现代啊 那个一生一世了以后 那周生和时宜 一定要搬到西安去定居 哎 古城嘛 这个 我说的呢 那个著名的那个 拉空 这个雕像 就是一九 一五零六年 在罗马给挖出来的 创作的主题 你一看 就是那个古希腊史诗里边 那个拉空父子 被那个海蛇呀 缠绕着 最后奋斗而死的那个画面 这个雕塑呢 男人的肌肉啊 健美 膨胀着 这个肉体 极度的扭曲 但是又伸展 象征的呢 是人类在这个神的捉弄之下 仍然试图用尽全身力气去拼搏的那种挣扎 这幅雕像虽然是不说话 但是它在无言之中流露出了那种强烈的悲壮 还有无奈的绝望 据说呀 这个身为文艺复兴代表的那个大师米开朗基罗就被这个拉空相啊给震惊了 所以你看后来这个米开朗基罗的他的不少作品中就能够看到那个雄伟的男性肌肉 并且呢 并且呢用夸张的那种呃表现程度把这个他创作的那个画面啊整个铺满了 第二个呢 也是因为啊 他为什么在意大利呢 就是因为这个艺术创作啊 他真是很烧钱的 他是需要有大量的金钱去赞助的 你这个人不富裕 谁有功夫去创作 去搞这些东西 而当时呢 意大利这个北部 他因为掌握着这个地中海贸易的这么一个枢纽 所以他诞生了好几个非常富裕的城市 你比如说佛罗伦萨啦 米兰啦和威尼斯 这人呢 只要是有了钱了 那肯定不希望别人看着自己像一个爆发户一个土豪似的吧 毕竟呢 哎不知道咱们这儿啊 反正人家那个时代 那爆发户他心里边啊都住着一个文青 就像啊 那个冥冥之中都还明白有一个道理 那就是富不过三代 所以啊 总想搞一点什么呀 能名流青史 传世万代 就在这个爆发户里边 就有一个特别有先见之名的一个家族 这就是美帝奇家族 所以你到现在 你看啊 当时那么富裕的城市 肯定有好多好多爆发户啊 可是你现在能记住几个 就这一个美帝奇家族 这个家族就因为这个啊 他投资了这个达芬奇啊 拉菲尔啊 米卡朗基罗啦 这种的啊 他即便是在18世纪 他已经断子绝孙了 依然还被打家旗的 所以说呀 对了 这个家族还资助了 建了一个那个圣母的那个百花大教堂 你想啊 那个那么棒的一个教堂 在那时候 绝对是网红啊 现在也是啊 你去旅游那个地方是肯定必须打卡的地方 在这个中世纪的这个画家里啊 嗯 大家因为都很多是通过这个教堂委托嘛 所以呢 这个画这个圣子圣母像的呀 是必然的 呃 可是你看 就是在过去那个中世纪 内化的圣子圣母像啊 哎呦 你一看就跟看那个恐怖片里边那个 呃 宣传网告似的 那 母子俩呀 全都瞪着那个死鱼眼睛 完了一副呢 僵尸要出门的样子 你说你对这个圣母圣子 你 你爱得起来吗 是吧 可是到了这个文英复兴的时候了 哎 你发现 这个 构图 尤其是拉斐尔的那个 就出现了那种柔和的色调 完了呢 安详的 田径的 人物呢 也开始有那么点人味了 呃 这个最著名的那个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她那个神秘的微笑 是吧 呃 这个 呃 拉斐尔的那个 圣母子像 啊 你看那个拉斐尔的那个圣母子像啊 那个母爱 那个活泼可爱 又粉粉嫩嫩 能擦出水来的那个 呃 圣子耶稣 总之吧 你站在这个画像面前 你感觉就是一股奶香味 迎面扑来 好亲民呢 是吧 你进到那个教堂 你看到了那个圣像 你说你会对这个教 您难道不憧憬 不想往 这个拉斐尔啊才活了37岁就英年早逝了 要不啊 我觉得啊 他的成就肯定能够超过达芬奇和米开朗吉罗 为啥呢 你说 那个啊 那个那个 有着严重的拖延症的那个达芬奇 他一生中他没画过几幅画 他就是一会儿想当个科学家吧 一会儿又想当个建筑师吧 反正他就是一点都不经验 就这个蒙娜丽莎这张画 你都说不清他画了多少年 反正啊 他走哪儿都带哪儿 没事呢 就把这画拿出来呢 在上面呢 画几笔 反正啊 他就是不交货 你看那拉斐尔脾气就好啊 人又帅 甲方都喜欢他 所以啊 这拉斐尔 你别看他才37岁 他光这个圣子圣母像 他就画了40多幅 这个脾气好 就比那个啊 那个脾气极其暴躁 那个一急了 就用那个三字经的那个米开朗吉罗 那更是强多了 所以啊 哎呀 真是拉斐尔可惜了 一说这可惜吧 我又想起那个 比昂的那个皇家剧 后面呢 我给大家放放他的海阔天空 每到听到这首歌呢 我还是会眼泪打转转 当时比昂的呀 就是受到这个香港的 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限制 根本没法真正的自由创作 他老是必须啊 去唱那些迎合香港市场的那音乐 啊 最著名的就是那个 真的爱你 幸福雷 而且啊 他们还需要啊 去参加什么各种各样的 跟音乐完全无关的那种 综艺娱乐节目 或者是筹款的那种节目 导致啊 这个Beyond呢 就对这个香港乐团呢 特别失望 于是呢 就出走了 出走跑到日本去发展 结果到了日本啊 也水土不服 为什么呀 结果发现到这儿了 要还是要出席那个跟音乐完全无关的各种综艺类的那种节目 黄家驹啊 就写了这首海阔天空 这个是他在十年啊 就是他们Beyond的一个乐队成立了十年以后 他对这个当时的这种感慨 复杂的心情 说到这个创作啊 我就想起来 我们说起中世纪嘛 那幅画跟死鱼眼睛似的哈 僵尸似的那个圣母子像 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啊 看的那些文艺创作 尤其是什么那个 八个那个样板戏 他把那个性别啊 感情啊 全部都模糊 没有性别 你就去看那个红灯记 李玉和他们家一家子 这家庭特别有意思 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李玉和啊 这个他妈 那李奶奶 他不是李玉和的亲妈 这李铁梅也不是李玉和的亲女儿 就这么仨人组成一个家庭 你就看吧 即便说这个人有家庭 他在这个戏里边也不会出现 你比如说那个柯香 他有老公吗 有 但是这老公 就一笔带过 在唱词里边唱一句 他老公在哪哪哪根据地呢 你就想吧 你就去看 那个年代的这个 所有的文艺创作 你找不出一对夫妻来 好吧 最后啊 我以彼岸的光辉岁月里的歌词 作为结尾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的岁月 风雨中 紧抱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小 tor宗 半年 我们选了 它起来 天 神 放寡 花 疯了 Besides 拷 familiar 深사를 別 懸房 风雨里追降 舞女分不正永珍 天空海阔你与我 可会变多少次 仍若冷眼与嘲笑 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一杀那方法若有所失的感觉 不知不觉已变探心里爱 原谅我这一生不计访 从爱自由 又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我都会意料理想 谁人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今天我 寒夜里开始飘过 怀着冷剧了的心我变化 心意里别追降 寒夜分不正永珍 天空海阔你与我 可会变多少次 原谅我这一生不计访 从爱自由 又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我都会意料理想 谁人都可以 但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耶 永远自由自我 永远高畅望 如果我这一生不计认 我都会变成你 若果我这一生不计计 我从爱自由 若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你 若会笑了理想 谁人都可以 若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若会笑了理想 不可思议心恨意忘中开始留 也会怕有人会跌倒 悔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也会怕有人会跌倒 不可思议心恨意忘中开始